上海市疫情正处于快速上升阶段 累计报告感染者超过36000里 并有外溢到部分省份 3月1日至31日 全国累计报告本土感染者 13960里 波及29个省 虽然奥米克隆毒素BiO 它有一定比例的症状感染者 但是它传播速度快 它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能产生大量的感染者 并且能够造成死亡人数的话 还是相当的高 那么我们对相关国家 公布的一些数据 进行分析发现 那么这些国家 在奥米克隆毒素流行期间 造成的死亡人数 和同期的 data毒素流行期间 造成的死亡数相比 奥米克隆引起的死亡 反而更高 那就说明的话 奥米克隆毒素 它的流行 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 造成的危害 还是十分严重的 因此对于这样的疫情的话呢 必须在短时间内 给它控制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陌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